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心里来回浮动着 那是一种失去的感觉 就好像自己生命里很重要的东西 突然就不见了 痛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奔涌的冰河水 才慢慢恢复了原状 我看看周围 什么都没剩下 空得如同做了一场梦 整个人都萎靡了 快回来吧 快回来 老年吧在对岸 看着我愣愣发呆 车嗓子喊我 我又转头看了一眼 想把这里的一切 一点一滴都牢记在心中 抓着绳子慢慢回到对岸 身上几株骨伤 本来已经开始愈合了 这么一折腾之后 全部挣脱开来 也全部挣断了 老年吧帮我把骨头挣位 又小心的固定包裹好 我什么都没说 但是跟老年吧太熟了 自己脸上的表情 已经把心声表露无遗 想开点 老年吧叹了口气 蹲在我身边 说 这世上本来就没有长久的东西 人呐 雾呐 该走的时候都要走 谁还能万年不死 你知道 俺为啥 每天没心没肺的 活着一天 乐呵一天 丑眉苦脸的一辈子 等到蹬腿那天 再想想 该有多傻呀 想开点 我说不清楚 心里那种死气沉沉的感觉 和悲伤 到底从何而来 但是 老年吧的意思我懂 天地没有永恒 每个人都会全力避免着失去 可是 无人能够避免 失去 不能失去的 那是一种精力 也是每个人 都要走的路 等到恢复了一些精力 老年吧问我 还要不要继续沿着 冰河寻找下去 我望着面前 冰河流淌的河水 心情更加沉重 强声地站起身 和老年吧一起 朝前走着 冰河两岸 再也没有任何的异样了 走了至少十里地 直到冰河 骤然流向一片 无尽的深渊里 河水飞流三千尺 深渊用肉眼 根本看不清楚 手电筒光芒照进去 昏黄一片 彻底没有办法了 面对无尽的深渊 我和老年吧 有心无力 这次西行 不知道是有了收获 还是让我更加心塞 终于知道庞大的下落 然而它只是 昙花一现 又消失了 生死不明 跟他相遇得太突然 情况又紧迫 我什么都来不及问 老年吧 在深渊边上 来回找了无数遍 没有一条 可以下去的路 最后 他无奈对我摇里摇头 我在这里 守了很久 心里全是对庞大 还有他 对我说过的话 你说 持善已固执 是什么意思 这个 就是说 你认准了这是一件好事 就要坚持做下去 或许会很困难 但只要熬的时间久了 总会有结果 我点点头 持善可能不难 但固执 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来自心底的信念 和坚韧的毅力 聊聊五个字 就是七门庞大 一生的写照 他来不及对我说那么多 却认定了 我将挑起七门的大梁 我牢牢记住这五个字 过去以往 七门的无数先辈们 可能就是以这五个字 才苦苦在岁月长河中 一路走了下去 我们回去吧 我望着 已经守了许久的深渊 极其的圣域 只是人生中的一战 总还要回到大河滩去的 我们两个顺着来路 一直走到下去的地方 身上受了伤 行动不便 不能和过去一样 凭着力气 在陡峭石壁上攀爬 来回耽误了很长时间 几乎把整条裂骨 走了两圈 他找到一条 勉强可以上去的路 到了地面的时候 零零星星的 还有声誉的人 在周围出没 可能当时庞大众虎 还有守山的独角人雄 滚入深渊 下落不明 生育人也不死心 想要寻找 我们不跟对方正面交锋 一路躲藏着 一路行走 随后 找到带孩子 隐藏的连娘 我和老年吧 在深谷下面待得很久 连娘担心得很 一见面 就为老年吧 上上下下看着 看她有惊无险 这才放下心来 连妹子 有啥打算 你也孤零零的 老年吧抱着孩子 一边逗她玩 一边对连娘说 跟俺去大河滩走走呗 那边比这边有意思 俺给你带鱼吃 叫你扭秧个 走秧 老年吧嘴巴有些碎 但是为人很厚道诚实 连娘的心性单纯 认准老年吧是个好人 心里就没有戒备 我还没有从那股 说不出的悲伤中 挣脱出来 不过 我还是替老年吧高兴 总算有个伴了 我们离开了 悄悄地从这里 朝雪山外面走 一直走出很远 回头望望 好像依稀还能看到 圣域列骨中 高高怂起的那座高塔 心情随之隐隐 又有些紧张 当时跟众虎他们 没有过多交谈 但是从那些话里 可以听得出来 圣域的圣堂 还有老不死的人物 还没有出现 那种人 估计是众虎 都对付不了的 如果真是这样 圣堂的人一旦露面 整片大河滩上 还有谁能够抵挡呢 这条路让我觉得 越发的难走了 整片雪山中 如果刻意地隐藏 别人很难找到我们 四个人绕来绕去 最后离开了雪峰群 我感觉很难 静儿湖那边 肯定要出事的 本来应该过去看看 但是现在这个状态 跟人动不得手 犹豫了很久 还是拿不定主意 但走着走着 行走的路线 就一路通向静儿湖 大概离开雪峰群 四五天的时间 空旷的戈壁滩上 陡然出现了一队人 尽管距离还远 但是我一眼看得出来 那就是圣羽人 当时拉着石头 离开了队伍 那辆古老的车还在 车上石头没了 石头匹的矮马 拉着大车在狂奔着 我隐约看到 大车上拉着一尊 巨大的铜顶 他们得手了 我心里意紧 石头棺材肯定是 金儿湖守护铜顶的 如果铜顶被人拉了回来 那么石头棺材里 那个人呢 那个跟我很相像的人呢 石井完全撞到一起 不想管也要管了 那尊铜顶是 羽王的血肉所化 绝不能让人 把他拉到圣羽去 我躲着继续观察 队伍在金儿湖 必然也是损失惨重 不仅石头不见了 随形圣羽高手 也死了两三个 但是就算剩下这些人 凭我现在这个样子 也对付不了他们 怎么办 俺就把他们引开 老年把褶褶眉头 说 把人引开了 你敢打车跑 我感觉这样不妥 那么大的车子 目标太明显 一路跑能跑多远呢 正想着 车队已经离我们 越来越近了 老年把安顿好连娘 身子一晃 从藏身地钻了出来 这地方人界罕至 他一露面 立刻引起车队注意 几个人涌了过来 追赶老年把 但是老年把的速度 少有人能追得上他 他带几个人来回 逗了圈子 可是车队那些人 是防守分明 一部分追赶老年把 另外一些死死的 守着大车上的铜顶 不肯离开 我的心一横 完全忍不住了 只算铜顶就算废了 也不能让他们 拉回圣域的老窝去 我借着那些人的注意力 被老年把吸引的机会 浮身靠近 但车队里还是有高手的 距离上远 已经被对方发现了 我不顾一切地 用尽全身力气猛冲 想要靠近铜顶 中途被人拦住 一拳把一个 圣域人打得倒飞出去 不等喘过气 一个圣域的高手 已经冲到跟前 看对方的气势 我知道肯定招架不住 但是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没有任何的回转余地 我硬着头皮 一调转方向 身子还没站稳 一根带着石锤的木棒 重重砸在后背 这一下 几乎把我砸得飞出去 身子在半空 划过一道弧线 扑通地落在地上 我挣扎爬起来 身后追击的圣域高手 又赶到了 石锤呼啸生风 像是要把我硬生生砸死一样 我刚站着身子 来不及回头 呼呼的风声 从身后紧逼过来 我不敢在后心 硬挨对方雷霆一击了 猛一转身 伸出还没受伤的胳膊 挡了一下 握着石锤的圣域高手 是一个妻子 神力惊人 一锤山崩地裂 我有命途护身 但是胳膊 招架出对方石锤的时候 隐隐听到一阵 骨头碎裂的声音 手臂俊烈攻心 整个人不受控制地 飞了起来 强大的力量 伴随手臂一直蔓延到胸膛 胸口猛然一堵 人还没落地 一口鲜血 就已经喷波而出 这一下 把我砸出七八米远 身子翻滚着 落到那辆大车的旁边 周围十多个圣域人 团团把我围攻上来 我连挨几次重击 脑袋已经开始发晕了 然而目光一瞥 刚看见大车上沉重的 古朴的铜顶 拿住它 绑起来 握着石锤的七指 朝远处看了看 老年吧 被一个圣域的强者给盯上了 跑得有些吃力 几次险些被对方抓在手里 我心里没有别的念头 连嘴角血迹都来不及擦 一下挺身而起 用头撞开面前两个威逼的圣域人 翻身爬住大车 一下子翻进铜顶里面 铜顶上 蒙着一层缝合到一起的兽皮 我把身子 把兽皮压了下去 感觉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随手一掀 我惊呆了 从外面看 一点异样看不出来 然而真正进入 这铜顶里面的时候 才看到 里面装着东西 那是什么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市 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声音下面 打赏一下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请关注 有声的紫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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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